上周我们孵化的这窝熟猫鲜鱼苗 经过两天的时间 现在身体上的软黄 已经全部吸收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起飞的阶段 但是我初月看了一下 这窝鱼苗恐怕不止200条 我觉得300、400条都是有的 你看就这密集程度 后面还有很多 你看 这次是真的要发财了 正好今天这个鱼苗已经起飞了 我们就可以喂食了 这次我打算给他们喂点 这个蜂蝶虾幼虫 这个蜂蝶虾幼虫 是采用新鲜的蜂蝶卵 然后孵化出来的 换句话来说 就是这一管东西 全部是这种刚孵化出来的蜂蝶虾幼虫 蜂蝶虾幼虫 它的颗粒是非常细的 很适合我们这些刚出生的小鱼苗 去食用 它的四口性 是没有话说的 四口性非常好 而且这种就相当于是野生的小虫子 对吧 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 包括蛋白质会非常高 如果经常给你小鸣苗喂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长得非常快 这个蜂蝶虾幼虫 可是我经过多加筛选 最终选择了一家质量比较好一点的 你看它的浓度 你看 基本上这一管满满的都是蜂蝶虾幼虫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水分 非常粘稠的 给你们搅一点看一下吧 对吧 就这浓度 谁能顶得住 而且这个东西就在我橱窗里面 如果你家里面有刚这种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苗 孔雀鱼或者是什么其他小鱼苗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蜂蝶虾幼虫去尝试喂一下 效果真的没话说 然后把我们刚才沾的这点蜂蝶虾幼虫 直接放到钢里面去喂就行了 你看 就这浓度 就这颗粒感 是不是挺哇塞的 这个真的是我惊心 挑了很久的 才挑出来的这质量 算是比较好的了 你看 乳缸之后这颗粒感 对吧 非常饱满 这就是一颗颗小虫子 我们看鱼吃不吃就行了 你看 刚才这个蜂蝶虾幼虫 倒下去才没过几分钟 就吃的差不多了 而且呢 看大部分的这个小鱼苗 肚子上都黄黄的 证明都已经吃进去了 很多人说这个小鱼苗养不大 是因为你的开口鱼粮没选好 那么我们这些蜂蝶虾幼虫 真的很适合这些小鱼苗开口 你看 只要它们能开口吃食 那么我觉得养大也只是时间问题 后来我想了一下 这样喂长期以来不是办法 我找来一个这样的迷你的卫视馆 然后我们往里面 挤一点这个蜂蝶虾幼虫 你看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全部聚集在这里吃了 看到没有 我猜就按我这个喂食量 我感觉不出一个月 我这个小钢就已经养不下了 我说过第一批小鱼苗 养大之后 要给粉丝作为福利 送给你们的 你们就看着吧 等着吧 我感觉一个月就可以出篮了